茉莫經的10個月議 《圍摩經》 《圍摩經》的10個月議 上次提了 關於他們所講的 《園》滿議 你们有那个讲义的,是吗? 讲义,你返回到去看看,有前缅义,究竟义,又有评审义,又有破级义,有十个义义那么多。 那你由这十个义义看起来,你就会知道,这个维多经,就是为圣者所说的。 圣佛兰威始终是得了性果的人,之后就讲了。 这个性者就包括菩萨,又包括那些声闻。 那你看下,由什么经里面所说的,就是菩萨就讲那些声闻是有些不对的。 这样,我们看起来,就应该要知道,我们就是凡夫来的,我们就是陈德修正的。 如果我们去学佛,就当然是由世间所成真佛,就由世间那方面学起。 我上一次都有讲了,这个由世间所成真佛,就由世间那方面学起。 那我们的作主,这是由说了,我上一次无所成真佛。 我上一次无所成的都,我们是凡夫也无所展露。 我们的义之内,就是凡夫,我们当然是在世间所成真佛那方面学起。 我们是凡夫,我们当然是以世极的,由世间所成真佛那地方学起。 但是,这一部经已经讲过。 就是由圣余裔那方面学起,讲起。 那是从圣余裔那方面,是由圣余裔那方面学起的。 所以我们看起来,就应该知道这一部经,那些菩萨也好,声闻也好,都已经出世间了。 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就由世间来到去讲起的,这样就是有分别心,在个名,像那里来到去起分别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够是这个兴礼来到去讲一切皆空, 那如果呢,在这一部经里面,实在也有很多因缘法,讲因缘法,讲违识,讲无相,讲申愚,是有很多东西来讲这几种意义的, 以此呢,我们就不要跟着他们讲,维摩菲斯说,这样修行又不对,这样广东又不对,这样假作又不对。 他不是跟我们讲的,他是跟那些已经正了圣人那些,希望他不要在小城那方面,而希望他再进一步,由小城而去进大城。 至此,我们看见那些菩萨说,维摩菲斯说那些声闻,这样假作又不对,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 我们仍然都是要由维摩菲斯说的,我们仍然都是要由维摩菲斯说的, 我们仍然都是要由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阴闻, 李宁言中里面都有讲,我们三何世代的众生,都是靠听到文字,听到语言, 看到文字,听到语言,而得入这个教,而得入这个御理,所以我们就不可以一开始就说一切皆空, 那这部经在十个要议之中,也有苦撤之言,也有苦撤之事,也都有讲, 我们如果是作恶,我们会有三途百难,我们如果是行善,我们可以免三途百难, 因为我们仍然都在维摩菲斯那方面,在世间法那方面去做取, 所以我们怎样来看维摩菲斯那方面去做取, 如何看破质业和平均业,如何看苦撤业, 还有我们也知道,菩萨是要有大兵心的, 他的大兵心是指向哪里呢?又指向证生,又指向声闻, 如果我们是证生的,他当然用证生法来去说, 他对声闻的当然是用证文法,是破声闻法来去说, 同时,他也有讲到,由诸佛国,我们不排除为摩菲斯, 他已经是正导这个变生死,他可以用菩萨的变力生死, 以表现力是由诸佛国,但是他仍然, 因为菩萨都是用普通那种生死来去教导我们的生死, 以此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已经得到变力生死,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之后才得到变力生死, 所以我们仍然都要收断法路来去了处生死, 我们仍然都是要收普通一切的修行, 还是依照普通修行的方法, 无论剑赏修行,都是要按部就回来去做, 尤其是讲到菲斯说法那方面, 如果我们如果在这个方便陈里面,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角,尤其摩菲斯的出现, 那尤其摩菲斯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 差不多他都是菲斯化身, 从妙起国而来的, 他那种的身, 平时都可以变大变小, 他有神通, 他那种的身份, 他那种的思维, 应该就是以屠杀来去对待这些声闻, 这样的思维, 来去见菲斯说法, 那我们不能够就是说, 啊,菲斯说法就是好人好人, 那就不要以菲斯的身, 来去终于那些出家说法的法师, 我们根本上, 做菲斯的仍然是未曾得到修持得好的, 仍然都是要专重法师, 那些说法师的修为, 跟我们是不同的, 我们是继续渣, 出家人呢, 他的修为呢, 怎样都比我们呢, 是清静得多, 不要因为菲斯能够说法, 有些出家人不懂说法, 就认为菲斯是习性说法, 不是的, 那能说法的呢, 未必是居过那些不说法的, 那他的修为呢, 我们应该呢, 是要专重的, 如此呢, 我看完这个十字之后呢,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看为摩菲斯要从我们本身的立场, 来到去见证上一些声闻, 见证上菲斯, 就不能够以为摩菲斯这样的角度, 来到去看,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的感想了, 那还有很多, 其他那些, 那些, 讲究帝子品呀, 菲斯品呀, 那麽菲斯呢, 那麽菲斯呢, 那些人呢, 是不好吃的, 那我们去看为摩菲呢, 我们呢, 就是知道到, 原来还有这麽多, 这麽多地方, 我们都要去学习的, 那我们呢, 就不会有这种这样的, 我慢的心, 这个是最紧要的, 那虽然为摩菲斯, 哎呀,菲斯可以, 同出街人是平等, 在家能够说法啦, 那又同出街人平等, 有很多事情, 我们还是凡夫, 不能够好处为摩菲斯, 那样, 讲这个平等的治愈啦, 那麽我今日呢, 就是讲连这个, 清诗要义呢, 就要讲每品的杂料啦, 那你们又是有这张表的, 我一早呢, 就已经将这个十四品, 那个杂料呢, 就是根据欧阳的警务居士, 来到去讲的啦, 那我呢, 就是抄了这个表出来, 那这个表呢, 就是讲, 全部为摩菲呢, 都是有缘起菲, 有正菲菲, 有流通菲, 缘起菲的呢, 就是讲这部菲, 是有什麽的因缘, 来到去讲的啦, 那这个缘起菲呢, 在这个为河摩罗十, 那一部为摩切经呢, 就叫做佛国品, 就叫做罪品, 这个罪品呢, 和这个佛国品有何不同呢? 那罪品呢, 它就是交合了, 这个佛国里面的意思啦, 那这个罪品里面呢, 也都有讲到, 这部经在哪里讲, 这部经呢, 是哪个人讲, 这部经那时候, 是有几多人呢, 是参加, 那所以呢, 呢, 讲完这个罪品, 有几多人参加之后呢, 它特别呢, 就是讲这个菩萨的德, 很着重来到去讲菩萨那种的德, 那既然呢, 它是有这个, 这个品里面, 又有讲这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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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十七种的芭, ádaz 便将来得到佛国土难。 当这个就是说这个佛国,这个品里面,罪品里面,就不只是说这个佛国, 不过就是最后半品,然后说这个佛国, 而社里斯他就说,如果深净,将来成佛的时候,国土就清净了, 如今释迦佛城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国土是这么不清净,是已直落世, 而他的地方是这么多污染,这么多污泥, 不是好像流离世界的国世界那样的庄园, 是不是释迦牟离佛的心不清净呢? 当时他这样想,对呀,释迦佛的心不清净, 所以他诚实了各国土,在娑婆世界就这么宜远, 怎料释迦佛就知道,他就说, 我们,你知不知道,日光和月光,够不够光明? 不够光明,盲的人看不到?盲的人看不到? 究竟是日月无光,还是盲人的事呢?盲人的事呢? 释迦牟离佛,他本来的国土是清净的, 而那些人见到,他是这么污染的,是谁的事呢? 就是那些正生的心就的事, 那于是乎,就是带起, 不讲这一道经的缘起。 故此,原方法师就说, 这一品应该叫做罪品, 又有讲这个菩萨的德, 又有讲在哪里讲, 又有讲佛土怎样清净, 又有讲佛土清净不是个个都见到的, 于是乎,他就说这一品叫做罪品, 又不是叫做佛国品。 那好了,现在呢, 我先说这个罪品是哪些特别呢? 那这个罪品的特别呢? 先说罪的缘满, 最缘满呢? 即是说, 这个很通常都有讲的了, 如是我闻, 那就是说, 这部经呢, 就是有人听了, 来到去折执的。 那么, 一时, 这部呢, 即是不用讲什么的时候了, 因为呢, 若果讲时间呢, 中国印度的时间, 跟第二度的时间, 都各有不同的, 不可以呢, 是限定讲没有时间的, 那就只是讲一时, 就是, 那一个呢, 就是最合适的时候。 讲的人应该讲, 听的人呢, 他就根据成熟, 应该听的时候了, 那就是说这个时间成熟。 那就是哪个人讲的, 这个是说法主的成就, 有说法的人, 是实讲的。 那说法的时候, 应该是有地方的, 在哪个地方来说呢?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广延城, 而, 在这个熟罗罗法师的译本里面呢, 就是叫做皮耶利。 那这些是旧译的音译呢, 有些呢, 有些呢, 就是译的皮耶利。 有些呢, 就是译的皮耶利。 有些呢, 就是译译。 这些呢, 就是音译。 但是呢, 员章法书呢, 就译广延城。 广延城呢, 以国中文的诀译, 来到去译的。 那这个, 译的肺塑里呀, 译的肺塑里呀, 那这是繁阴的音译。 那那它呢, 就译译中文, 叫做广延城。 就译这房子, 是很大, 和是很好的, 很稠逐的, 有的名字呢? 就叫做好道, 道就是和道的道。 就是说, 这房子呢, 那些穀物是很丰盛的,就叫做好渡, 就像规悲法师那时候, 现在在广延盛那地方, 即是实说的那地方, 根据沿庄法师去西域之后, 他去过广延盛的地方, 他说广延盛的地方, 有六七十里那麽多, 广延盛的范围, 广延盛的范围有六七十里, 他那里的皇宫佔了四五里, 即是说,他沿庄法师去的时候, 他还看到那个土地, 看到那块土地, 他说来皇宫大约五六里, 就有一间寺院, 当时还有一间寺院, 旁边有一个塔, 那个塔就是纪念什么呢? 是纪念佛说无构清经, 那时候变成维摩京的时候, 保职奖者建宝塔的地方, 即是说明了, 他看到那个地基, 那个地基有一个塔, 那个塔有一个柄在那里, 就是说, 就近时港黎摩京的时候, 奖者主保职, 他说佛是建宝山的地方, 即是有其地, 那块土地, 那块土地, 但是佛呢, 就住那时候在广连城, 就住在甕罗事园那里, 那他说, 在这个塔, 走了三四里那么远, 在那个塔那里, 就是甕罗事园的地方, 这一部经, 它是讲, 在讲这个皮耶利城, 甕罗事园那里是讲的, 那他就说, 甕罗事园, 就在这个建宝塔的地方, 离开北行三四里, 那在这个地方的甕罗事园, 再行东北三四里, 又见到有维摩居居的故责, 那他又有一个地基, 就是写明, 就近时维摩居居在那里住的, 那麽维摩居居那里住的, 就是有一个地基, 就是离开东北三四里, 离开这个维摩居居的地方, 那没有多远, 又有一个地方, 是维摩居居的地方, 就是说, 有一个地方,你就看到黎摩基屎事宅的地方,当然黎摩基屎不是在很小的地方里面, 另外,武祖縣有一个塔,就写明是长者寺寺寺寺的地方, 武祖縣又是甄罗树园那个里居的地方, 即是全部人物居的地方都有古迹可尋, 在这个《无构清经社》里面,就说得很清楚, 其实都是周围都是离开武祖縣, 长者寺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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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何叫做鸩罗寺盐呢?当时有一个女士,有一个盐,尽量是鸩罗果的,她这个盐是很漂亮的, 她随时自己去监独,去修理那些荀木,故此在无构清清里面,就叫做鸩罗慧园,就是鸩罗女是保慧的园, 后来这个鸩罗女就将这个园送给佛,给佛来去住, 故此实很多时间都去到这个广延城,广延城就是一个很多时特殊的地方, 我们连这个日诗经的时候都有, 说,一时实在广延城,住在乐阴寺下,与大彼佑传,八千人区, 那里又是广延城,不过那个广延城的时候,就在那些术下来去说, 而这个维摩经说的时候,就在甘罗慧园那里来去说, 都是在空旷的地方来去说,不是说在一个屋里面来去说, 因为有很多人,有很多菩萨,所以讲经的时候, 都是在那些空旷的地方来去说, 每一部经都很注语,是讲他的地方,就是说讲经的地方, 就是说给你们听,是真有其事,真有其人,真有其处, 那么,佛讲法华经,我们就要记得了,佛在哪里讲法华经的呢? 在灵宙山讲的,那已经在这个地理上, 也都有灵宙山那个地理, 说说多语经,在哪里讲呢? 在瑟维国的地理上讲,也都是有迹可尋的, 佛讲聂团经在哪里讲呢? 在甘河那里讲,所以人家讲甘河故命, 就是在甘河那里来说他的遺族, 最后佛都是在甘河那里来讲聂团经, 那如,这个遺族在哪里讲呢? 就是在广延城,和在甘河俗团经那里讲, 那这里就是讲自义的成就,自书的成就, 第一就是讲自义的圆满,有摄杀人,有摄杀的地方, 还有第二就是讲宗圆满, 宗圆满就是讲经,当然要有人听, 如果我想讲违魔经,如果我想讲违魔经, 你们一个人都不来听,我讲到谁听, 都不是得到这个圆满,一定有很多人来听, 那这里我就是有讲过, 那么多人听之中, 为什么这部圆满经, 这个圆满杀经今天, 刚刚收到这部经, 这部圆满经不仅是证文的, 而且就是有些可以给你们参考的那些诅解的,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些诅解, 这样呢,这个你们展开三十一页, 就是摩折所说经三十一页那里, 这部经,这部经的三十一页, 它不是写着佛作品第一吗? 那么佛作品第一呢, 它就是讲,有大比丘众,八千人俱, 那就是这样提到,是比丘众而已, 但是菩萨呢,就是三万二千, 三万二千之中呢, 它就有讲到,是菩萨的德, 那就是讲菩萨的德, 为何这部经, 记得都不称赞, 还是称赞菩萨呢? 《法华经》里面,就有讲到, 就是说,声闻众是有几多的德, 那些阿罗汉的德是有几多的, 之外有的无福凡路, 第不几类, 甚至有十个字, 来去赞这个声闻的德, 但是菩萨的德, 亦都有讲, 《法华经》有十九句, 来去讲,赞菩萨的德, 而在这部经, 之后呢, 就有诺一句, 去赞菩萨的德, 那六仲之中, 有秘义帐, 有菩萨帐, 有凡天帐, 凡天帐, 有万一万个凡天帐, 就是在帝式那里, 八道就是天王夜叉, 全集佛阿修罗, 那些, 四正, 就是比优比优, 那我们现在呢, 先先就是讲这个菩萨众, 为何我这么紧张, 要将这个《法华经》他所讲, 一样, 他有讲这个菩萨的德, 特别是讲菩萨的德, 那菩萨的德, 是有一种这么多的菩萨的德, 那我们呢, 就知道如何是要宣证这个菩萨, 那菩萨的德, 譬如我们现在整天都想说, 学佛, 修行, 是讲这个西菩萨,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我们要先先知道菩萨应该是怎样, 来到去修, 那你们是有的, 有一张纸, 就是讲这个, 我菩萨的德, 是有一种这么多的,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就先先讲一下, 这些一种, 那是, 我不怕呢, 浪费口呢, 就是, 和你们解释一下, 那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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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有有一种这么多的, 你们有, 只是有这个的, 我是用自己寫抄差的, 你们有这张的, 是不是呀? 有这张, 那我这张呢, 这个是大光, 那样, 只是标它的名字出来的, 那, 我这些字呢, 就草一些, 不过呢, 就快去, 不用麻烦人家, 用电脑来去打, 那样呢, 就比较呢, 就快去一些了, 那现在呢, 我先先呢, 就讲一下, 这个, 怎样是有这个, 这个叫一种得呢, 那你们呢, 就是要看一下, 那个, 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呢, 就是讲, 什么得, 什么得, 那样, 下面这些呢, 就是正文来的, 是精文来的, 那那个精文里面呢, 我说是缺要的嘛, 缺要呢, 就将这个精文那些, 那些呢, 就业绩缺要那些, 我就打出来, 就说呢, 就是很容易的, 就是说, 那, 他说呢, 呢, 呢, 他说呢, 他说呢, 他说, 大臣通业, 修以成办, 就是说, 第一呢, 就是, 他释外化德, 所谓, 他释外化德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已经呢, 是做了很多的功德, 和呢, 就合乎呢, 他呢, 是向我, 来到去对话的了, 他用什么来到去对话呢, 他收到大臣通业了, 那麽大臣通业呢, 已经是承办了了, 可以成就神通了, 所以呢, 他在这个摩金里面呢, 都是用很多神通的, 去教化正生的, 第二呢, 就是他护自护德, 叫菩萨的呢, 不仅是, 是讲, 是教人, 还要呢, 是自己呢, 来到去守护自己, 自己得到这个, 这个守护呢, 然后呢, 就可以护他, 那怎样叫做自护呢? 知佛威德, 尚所加持, 善护法成, 不能涉进法, 他一方面呢, 就是要佛的威德, 来到加持, 那我们的人呢, 常日都说, 我们要佛菩萨, 加持我们, 其实呢, 佛菩萨, 怎样去加持我们呢? 那就是要我自己的心, 和佛菩萨的心是一样的, 这些呢, 这些呢, 就叫做知佛加持, 这些是说自修的, 善护法成, 能涉进法, 你又要能够将这个佛法呢, 是讲得很好, 你将这个佛法呢, 是明白得好, 明白得通透, 那样呢, 就是可以将这种佛法呢, 是教化给别人了, 那就是见护法成, 接政法, 这个呢, 就是自主的修持, 第三呢, 就是利他继他德, 利他继他德, 利他继他德呢, 就是一方面是利他, 一方面呢, 就是承继佛, 为大师子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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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心敷衍, 美因霞振, 邮断十方, 为诸众生, 不宠善友, 兆三宝总, 能此不知, 他这里呢, 就是说, 你怎样才可以叫做利人, 你怎样才可以叫做承继佛, 你这方面呢, 就要好像狮子敲那样, 你用你的声音, 用你的那种美声音呢, 来到周遍十方, 在十方那里, 来到去教化, 为诸众生, 不宠善友, 你做众生那种, 不用人请你, 你自己呢, 去做他的善友, 这里呢, 讲到善友呢, 是有四种善友的, 四种的善友, 哪四种善友呢? 你自己普通交朋友也好, 你做人家的朋友也好, 你要明白, 做朋友呢, 就要第一, 劝人被做错事的呢, 要劝止, 这些叫做指妃的善友, 禁止人被着落的善友, 叫做指妃的善友, 第二呢, 就叫做慈吻的善友, 他会不会劝慰你, 同情你, 帮你, 来到去解决问题呢? 如果是的呢, 这个就是善友了, 叫做慈吻的善友, 有难题, 有不开心, 他会跟你解决的, 第三呢, 是利人的善友, 利人的善友呢, 如果有好处, 他叫你一起去做的, 要帮你的, 有什么好处是益你的, 这些叫做利人的善友, 利益你, 第四呢, 同事, 如果有好的东西跟你分享, 不会道歉你的, 这个呢, 就是善友, 如果有交朋友, 你有错, 他劝你, 那如果你有不开心的, 他会跟你是分担的, 去教你怎样应付解决问题, 有好东西, 他要你, 劝你去做, 还有呢, 还有呢, 和那些善友同事的, 他一起做, 那这个呢, 不会道歉你, 又不会背割你的, 这些就是善友了, 那这个, 那这个就是, 要众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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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 怎样是成祭佛的业呢, 杀菩提心, 令到这个佛种是不断, 你有菩提心, 你将来就可以成佛, 那佛种就不断了, 第二呢, 语说政法, 法保不断, 你将佛所讲的道理, 来做他同人解的呢, 那你那种的佛法的种子, 就不会是断绝了, 第三呢, 受持戒行, 增保不断, 你如果能够守持佛的禁戒, 那这个增保就不会断绝, 如果你说想, 少龙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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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龙这个增种的呢, 增保的种子的呢, 能够令到他不断绝了, 你就要发菩提心, 演说政法, 受持戒行, 那这个呢, 就能够叫做, 少龙佛种, 第四呢, 就是行恶人法, 行恶人的呢, 就是行復魔怨, 祭诸外道, 永离, 一切像及概全, 这几句呢, 就是说, 菩萨, 怎样去行復这个恶人, 行復这个四魔, 行復这个凡老魔, 行復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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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魔, 这些明相的东西呢, 我们自己就会在这部书里面, 或者有, 就是没有呢, 在那些字典里面都有了, 要降伏, 心里面要降伏心魔, 还要那些外道, 不要被那些外道到你去, 永离一切像, 什麽叫做像, 什麽叫做钱呢, 永离一切像及概全, 这个概呀, 五概呀, 各个人都知道, 贪, 亲, 分尘, 睡眠, 调举, 调举, 这些呢, 就是叫做五前, 贪、亲, 分尘, 调举, 调举, 是阻碍你修行的, 阻碍你修指观的, 这个叫做五概, 什麽叫做八前呢, 无惨无愧, 分尘的贪罪, 调举, 恶作, 妒忌, 私疑, 这个八种呢, 就是这个钱, 八钱, 不过, 这些名相的东西呢, 既不既, 都没有所谓的, 只知道呢, 就是能够离开那些, 阻碍我们修指观, 阻碍我们修心那些, 就叫做概全, 第五呢, 就是外德, 外辨, 内辨, 内辨, 就有德, 内辨, 就讲经的时候, 就有辩材, 那修德的, 就修什麽呢? 最重要就是修念, 敬, 种词, 所谓念, 和静的呢, 就当然是, 我们要有正念, 然后之后就入定, 有静, 然后之后, 可以总一切法, 持无量意, 那我们要修这个念, 和静, 你知道我们佛教修行, 什么时候都叫人内修的, 是要打坐的, 要静坐的, 因为静坐, 你可以维续你的心念, 不要打妄想, 所以, 坐定的时候, 入定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正念, 譬如你的正念, 是念观音菩萨的, 其他一切的念, 都叫做妄念, 如果你的正念是阿弥陀佛的, 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的, 其他一切的念, 都叫做妄念, 是修一个正念的, 如果你修主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修到这个念正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无上无外的解脱了, 我们想说解脱, 一定要修这个念和正, 修念和正, 就得到什么呢? 得到一切无断的徐性, 这个得到这个智慧, 得到这个智慧, 自然就是得到这个变才了, 这个变才呢, 即是我们能够是讲这个讲经说法, 你如果讲经说法, 你平日说我要和人家讲经, 我要说法, 最低限度呢, 你都是要有四无外面, 你明白这个佛法, 不得已, 你还要知道他的意义, 例如这部经讲的, 你不仅仅是知道这部经的字, 文字, 懂得解, 你还要知道他的心意, 还要知道他的词, 你用怎样的词句来说出来, 还要是人家有问, 有问难的时候, 你知道怎样解答, 所以说法无外解, 义无外解, 辞无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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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四种呢, 就是叫做辞财了, 那你菩萨呢, 就得到这四种辞财, 所以呢, 他可以说法一切, 是无所障碍的, 第六呢, 就行成延满了, 行成延满呢, 我们可以来到去讲, 佳获第一, 布施调局, 极敬施罗, 安忍敬勤, 敬虑多野, 方便善考, 妙愿历次, 多罗密多。 这里呢, 就是讲十种, 十度, 不止六度, 就要十度, 那你们已经是识识的了, 这十度呢, 布施, 他这里就是, 第一, 就是布施了, 第二, 慈戒, 慈戒呢, 他说, 调伏, 直净, 施罗, 这六个字呢, 就是代表这个慈戒, 慈戒要调伏, 你更恶心, 慈戒呢, 要静, 慈戒呢, 就要对这个戒律呢, 是要走, 那这个六个字呢, 就是代表了慈戒, 安忍, 就是代表这个安忍, 这个忍呢, 就不只是忍欲, 不只是说要忍有人来到去, 伤害你, 你才叫做忍, 你自己能够可以, 心很安, 不要有一切障碍的, 不要自己来到去, 起那种不开心的心念, 人家来到去, 伤害你, 你也不会不开心, 如果要你做事的时候, 你也好有恒心地来到去做, 这个叫做安忍, 而他这里呢, 就用安忍两个字, 这个安忍呢, 就是说, 你的心很, 这个意思, 第二句呢, 就是正勤, 你的勤力, 无论如何, 你的勤力是向正那方面的, 不是向不邪那方面的, 你多勤力都好, 如果你的动机和你的目标是不正的, 都不是叫做修行的, 正勤就是修行, 正勤就讲很多, 子和冠, 正者就是代表子, 女就是冠, 你要修子冠, 就是禅定, 多野的希望能够在定里面, 是生到智慧, 方便, 就是第七个波罗蜜, 就是方便了, 就是你怎样将你自己明白的东西, 对积来的说法, 用你的方便, 善考来的引导, 第八就是妙愿, 你要有个个心愿是什么, 你愿的不是, 譬如你说可怨人圈福布, 这些不是叫做妙愿, 你愿到一切众生, 这些就是妙愿, 你愿到一切众生, 这些就是叫做广大愿, 这个就是妙愿, 力呢, 就是你有这样的愿力, 你就有这样的愿, 你就有这样的力, 因为你只是信是不行的, 你发愿是不行的, 你一定有这样的内拘力, 令到你是要跟着这个愿来去做, 这个目标来去做, 那你能够发挥你的内拘力量, 智呢, 就不成你所求的智了, 法的智是一切种智, 你不是求一切智, 你又不是求菩萨的道种智, 你是求一切种智, 这个是最无上的智, 那你要修这个布施词, 借引欲精进禅定智慧, 方便愿力智, 这十个菩萨文, 你看一下叫菩萨, 真是不容易, 这个全部都是讲菩萨, 行成圆满, 行圆满, 而又要成就圆满, 那说法又怎样呢? 说法呢? 说法呢, 就是说法圆满, 就是乘无所得, 不起发忍。 这个呢, 就是说法圆满, 以能随转, 不退法能, 行成圆满, 成无所得, 不起发忍, 都是属于行成圆满的, 什么叫做不起发忍呢? 那你要知得到, 我们常常叫, 要知得到个忍字, 这个忍字就是认识, 认识什么呢? 认识你, 不生不灭之法, 不生不灭之法, 这个不起发忍, 你能够认识, 这个不生不灭之法, 你又能够修而无所得, 你叫做成无所得, 不起发忍, 你虽然间是修这个六度万行, 但是你要不要着想, 你要知得到, 认识得到, 一切法是不生不灭的, 那之后呢, 你的行成就叫做圆满。 说法达理, 第七说法达理呢, 就是以能随转, 不退法能, 咸得无相遥印所印。 这个第七说法, 而又达理的呢, 我们就要清楚知得到, 如果我们想管这个法量, 而又不退心的, 又能够除众生的真基来去说法, 我们知得到, 众生的真基呢, 是很多种的, 未必一定能够调复的, 所谓众生的真基难调难复。 那我们呢, 如果想去调复众生呢, 最重要不要退心, 不要众生有些什么那种的反应, 你就觉得退心, 这个就是不行, 要有不退法能, 要转不退的法能, 调得无相遥印所印。 什么叫做妙印呢? 妙印者呢? 我们各个都知道, 你看看那些法是不是正法呢? 你就要用三样东西去印可。 第一呢, 就是讲无常的。 如果你讲常法的呢, 这个呢, 就不是佛教所讲的了。 佛教是讲因缘, 左生法是无常的。 佛教是讲无我的。 那如果呢, 你说是有凡天之我, 或者是有这个永恒之我呢, 这个又不是佛法来的。 第三呢, 就是讲涅槃静静。 最紧要, 最直静的是什么的心境呢? 就是涅槃的心境。 涅槃的心境呢, 就是最直静的。 这三样东西呢, 佛教就叫做三法印。 而现在你所讲的, 如果我们说法呢, 一定呢, 就是要得到这个无常。 无常之中呢, 即是无常、 无我、 涅槃、 直静, 这三个的妙印。 要用这三个的妙印呢, 来到印可他所说的话。 即是说呢, 他所说的话呢, 都是通达佛的道理。 第八呢, 就是要知根能符。 知根能符呢, 就是要善知有情, 就跟机成劣。 所以说, 有很多, 有很多, 在那些注解里面呢, 有很多故事。 即是, 如果你用错了, 对错了, 机来去说话呢, 你的效果呢, 就有反效果了。 如果你知道到他是性劣的呢, 来到他讲的呢, 你就变了呢, 一切大众所不能。 什么人呢, 你都不用是害怕的, 你可以来到去恒复一切。 那么当时, 佛所说的呢, 疑能调遇, 得无所谓。 你有这样的智慧, 有这样的辩才, 你之后才能够呢, 是调伏一切的外道的。 当时呢, 佛教说很多那些外道的嘛。 那现在呢, 佛教呢, 说呢, 你最紧要能够去调伏的外道。 譬如, 好像, 在这个维摩经里面, 那为什么, 有些出家人, 在那儿, 从一个被休在那儿说话。 那么, 维摩居士就说, 你不要跟他讲这些这样的话。 那么, 那个善说法的人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讲的, 都是实法, 都是合乎三法印的。 为什么, 维摩居士说, 不应该讲呢? 维摩居士就说, 你知不知道这两个人, 是已经成就这个大智慧的了。 这两个人呢, 已经是大成的, 發大成心的了。 那你正跟他讲这些小成的事, 那他马上运用这个动力, 他教他, 你修订吧, 教这两个人, 你不要听经字了, 不要听港字了, 你修订, 你观想一下你以前的心, 那他就修订, 修订呢? 哦, 原来他是要發大成心的, 于是乎他出了性之后呢, 他就发菩提心, 就不再次来到修小成行。 维摩居士就说, 说法的人呢, 就要应该知道他是什么的真性, 既然他是大成的真性, 你就要跟他讲大成的, 他是小成的, 你就跟他讲小成。 所以说, 菩萨要知得到有情, 就是真性, 是性, 以及是劣, 那你只能够呢, 是令到人家呢, 是福着, 可以是服从你的。 那调福不无所谓, 那这个不无所谓呢, 就是不用怕有人问难你了。 第九呢, 因而不果税, 因而不果税, 就是说, 你自己有这样的资良, 收到这么多的资良, 的恩, 你有这样的果报出来, 你呢, 就帮你呢, 是别责好多的。 什么叫做恩言呢? 就是已经知道无尽的悉德, 知道无尽的智慧之良。 那你的果是什么呢? 相好延伸, 相好延伸, 色象第一, 你要能够收到你的相好, 以你的功德来去庄严, 不要用那些物质来去庄严, 这个呢, 就是说要得到福德智慧的庄严, 就不要有这一个世间的方式, 是要用功德来去得到这个相好, 叫做恩言果税。 那你, 菩萨啊, 至低限度呢, 都有相好庄严, 是吧? 你自己想想, 我们做菩萨啊, 要跟着很多东西的, 要收到很多福德智慧之良。 那么第十呢, 就明高不信众了。 明高信众呢, 就是明清高远, 如于帝色, 义乐坚固, 柔若金刚, 于诸佛法, 得不怀信。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有以上这样的德的时候呢, 你的明清是高过帝色。 就当时, 就是普通的人呢, 以为最高的呢, 就是这个妙高山顶, 帝色呢, 就是住在妙高山顶的, 就是形容这个人的名位高的呢, 就是用这个妙高山顶来形容, 就是帝色所住的地方, 如于帝色, 就是高到个个妙高山郎。 那他还有呢, 你的信兼顾不兼顾呢, 你的信念, 你的那种求成佛的信念, 如于柔若金刚, 好像金刚那样, 对佛法呢, 是有无己的信任。 第十一呢, 就发声音妙了。 你说话, 虽然间是殊性的, 但是呢, 你也都要有那些妙音呢, 来到去讲, 这样呢, 就可以呢, 是能够令到人听的时候呢, 就是听得呢, 是很入耳了。 那他说呢, 留法保光, 照金路雨, 说话的时候呢, 好似用这个光, 来到去, 照人家这样, 你那种的佛法呢, 好似金路这样, 来到去, 淋落人家的心里面, 用你讲话的时候啊, 用那些好似性的法, 来到去, 讲给那些众生听呢, 如光之照个心, 如金路, 来到去, 润去那个女略。 那这个呢, 就叫做法性了。 讲话的时候呢, 就是要有这个妙音, 学佛呢, 有五种的妙音了。 那好像什么呢? 好似雷那样的, 响啊, 要响。 还有呢, 是要清, 很远都听到你的声音, 要静受, 要容易接受的。 第四呢, 就要明了, 听到呢, 就很容易解, 还要听完之后呢, 没有人去厌的。 那佛呢, 就成就这五种的音声, 又响又清, 又容易被人接受, 又很容易明白, 听来听去都不厌的。 那这个呢, 就叫做微妙音了。 那就是菩萨呢, 那就是菩萨呢, 要成就这些这样的音声, 来说说法。 第十二呢, 于心法义, 广大缘起, 与段义边, 见习相续。 什么叫做甚心法义呢? 那佛教呢, 就是讲缘起的。 你讲缘起, 有很多种的缘起。 你又有讲这个十二缘起, 那你要跟这个普通的人讲, 你就要讲十二缘起了。 有什么, 你怎样才有生死呀? 那无名缘行, 行缘色, 有无名咯。 所以呢, 令到我们有生老死。 那这个十二因缘呢, 你们就听过的了。 那在这里就是不讲了。 还有跟着来到去讲的呢, 就有赖耶缘起, 是不是? 有甄如缘起。 那你看一下, 那些讲因缘的, 这个《维摩经》里面都有讲。 是讲因缘, 法缘的, 那就是讲十二缘起。 是不是? 讲赖耶缘起的, 一切为心做的, 心静之国土静, 心慰之国土慰, 这个就是讲赖耶缘起了。 那还有呢, 一切法本无生的时候, 本无相亦无生的, 这个就是讲真如缘起了。 那它呢, 就是说, 你对于广大的缘起法, 你要能够明白, 明白这个缘起的法的时候, 你就不断,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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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會坐於這個常,也不會坐於這個斷。 譬如,你講到這個因緣法,你實際不會是活無一切。 但是,你講到中道法的時候,就即假,即空了。 我們講經的時候,一定要用緣起法來做講, 但是,到後來,就要破除,不要有變變和常變。 第十三,就是,你講說話的時候,不要有一種畏懼。 你有一種決定性的,決定心態。 但是,講的時候,我不是懷疑,沒有猶疑。 哎呀,是不是應該這樣講。 那你就不要說有猶疑。 你明白了,你就決定了這樣講。 好像獅子那樣,他一敲的時候, 那些白獸,只是有服從,沒有反抗。 因為,你講的是決定的意,是沒有猶疑的。 那麼,他講的時候,就好像魚雷、震動那樣, 讓人家聽到,是沒有懷疑的。 第十四,超出情計。 超出情計,即是說,不可清涼過清涼景。 不可以用言說,不可以用分別心去思量。 這個,他所講的道理,是不可思議的。 這個不可思議,即是說,超過清涼的境界。 不是用明清,和新的分別心去思量。 就叫做超出情計。 第十五,就是極善離惡。 極善離惡,習法保衛為大道師。 正直審帝,柔和微密。 他這裏就是說,我們如果是講法的時候, 一定是要離開這個惡,來直善。 怎樣叫能夠直善呢? 就是將自己所有物質的寶藏,來避去積集。 這個就是直善。 離惡,即是說,那個人要柔和,要微密。 那個人的心,千萬不要剛強暴慮。 這個就是柔和。 如果有柔和的心,就是極善。 微密,即是一個人,不只是不剛強暴慮。 還要是心細,心細的人,就能夠知得到這個微。 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之著。 你若能夠有靜心細心,你所知的是好多。 能夠有柔和、微密的,自然會離惡。 你集法到位,自然就會即善。 這個就是十五即善離惡。 十六,你是百理政真。 品是全是生觀的一隻之洲的第二。 十六就是百理政真。 百理政真。 百理政真。 百 百 百 思佛之洲呢? 就是双陀來人籌言。 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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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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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百 的 你的心能夠是正到這個理的時候, 正到真理的時候, 你叫做達理, 要自己明白這個真正的道理, 然後才能夠是真的, 這個道理就是叫做明白, 怎樣叫做是能夠明白這個真理呢? 官有官兇皆能敬入甚深實義, 這個就是甚深實義其入一切。 你如果你在這裏賺賞, 譬如我們, 當然要思維那些道理, 要在這裏想想, 來去打坐, 想話, 來去正這個明心見性的時候, 你一定官有官兇, 官無所障礙, 而能夠是正入甚深實義的, 這個就叫做妙達正理, 如果你官有而執有, 官兇而執空的, 這些就不是叫做達理, 不是叫做正真, 趣有趣無的都不行, 要官有官兇都無所執著。 第十七, 主謂制度, 這個是什麼呢? 國無等等, 實事冠頂, 震力無畏, 不共佛法。 這裏就是告訴我們, 國無等等, 實事冠頂, 要得到最高的佛賜, 然後自照做目標, 要最高的目標就是佛的智慧, 接近什麼呢? 十力四無畏, 十八不共法。 這個十力四無畏, 十八不共法這個名相, 第二天我就可以給你看, 不過, 現在我又廢時找出來了, 十力四無畏, 十八不共法。 那它就是在這個, 如果我講的, 我今天就講不完這個二十一, 我想講完這個二十一, 《以除所有暴衛樂趣, 逐出一切險惠心坑, 領氣元起金剛刀像, 常思事言, 知有趣生》。 這裏就是講, 已經除了所有的惡趣暴衛了, 不會入這個惡趣了, 亦都能夠出復一切險惠的心坑, 就是, 不要阻礙三逃之苦了, 永氣元起金剛刀像, 亦都不會有因緣, 有這個生死的因緣, 令到有這個分段生死。 常思事言, 知有趣生, 用這個願力來示現, 在各處那裏來變異化身。 這裏就是不絕二斑, 不是說, 一定去得住, 不入這個生死, 亦都不是一定要入這個裂盤。 雖然可以入裂盤, 雖然可以入裂盤, 你仍然可以入裂盤, 你仍然可以入裂盤, 善之方術, 應病與藥, 預疾施安。 這個就是實惠法王, 不法自在, 好像這個好的醫生, 很多藥能夠應病與藥。 第二十, 內外異言, 自己裏面, 亦都收集很多的功德, 無量功德皆成就, 無量佛土皆嚴正, 將來成佛, 各國土都是嚴正, 因爲什麽呢? 是功德之所莊嚴。 你看一下, 《彌陀經》裏面, 全部都是講到, 都是功德莊嚴的, 不是說, 用這個藥物質來做莊嚴。 第二十一, 自他不酷, 尤其見聞者無筆蒙益, 知有所作, 亦不堂端。 他屠殺的, 度眾生的, 不僅是人都好, 自己亦都好。 爲什麽呢? 凡是見到菩薩, 聽聞菩薩所講的, 都得到益。 菩薩所做的, 無論他所講的, 所表現的, 都不會白費心機的。 亦不堂端, 即是不會白費心機。 這裏, 我今日用一堂的時間, 就講這個菩薩的德。 而即是告訴你們, 這一部維摩經, 是很注重這個菩薩的德。 即是等你說, 你去太平人, 你有沒有這樣的德? 你如果你說, 我不用學這個小誠的, 那我自己可不可以一步對他濫上天呢? 你知道菩薩要收這些東西一種德的時候, 你就知道, 做菩薩不是那麽容易做, 要收好東西, 然後才可以做到菩薩。 有人說, 如果我講一個小時, 就不太夠猴, 即是很少了。 今天, 我一講, 就講了一個小時, 19分鐘, 還有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如果你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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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 不然你們對那樣, 沒有在那裡 等了。 這幾十二十年時間。 我們就知道, 有一個小誠的。 客人密集團地、 ru勤團地走在一起。 我政治家是準備了。 這個十二十年時間。 我們在一起,